哈喽各位书名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和 拿好手机跟着老和一起来盘一盘吧 在凡人修仙之仙界片的近期更新中 韩丽进入冥界之后 遇到了一个被封印在雕塑里的人 与他达成协议 韩丽为他解封 此人就带他找路 可是此人被放出来以后却言而无信 还声称 这里是冥府 自然都是鬼话连篇 这个不信守承诺的人便是冥界三王之一的行天战神雪莉 雪莉修为是大逻辑巅峰 但是被关太久了 没法使出所有实力 被韩丽逼得使出了转轮之术 韩丽一看赶紧带着小伙伴跑了 韩丽一些人便来到了河谷 在河谷中 韩丽遇到了英斯三王之一的鬼屋 鬼屋变了个和雪莉一样的谎话 韩丽一眼就看出了此人的诡计 鬼屋只好告诉韩丽 自己知道的一切事情 并在韩丽的面前揭开了提魂的真实身份 提魂竟然是冥王转世 其实除了提魂以外 凡人修仙之仙解篇 还有很多藏着秘密的角色 比如金童 这只是金仙 一直在想办法吞噬同类 来换取记忆复苏 所以应该是有前世的 还有南宫版 在仙界的出场是轮回殿 并且还神神秘秘的不直接找韩丽 很有可能也是轮回之人 有前世 别说这些配角 就连韩丽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很神秘 韩丽背后的影子 谢道人背后的黑衣人 丹尔森口中的高人 以及给蛮荒之内王令牌之人 都在暗示着韩丽有前世 并且这个前世是超越所有道子的存在 凡人修仙之仙解篇早已无凡人 作者望雨如此安排究竟是为了什么 希望能够加更 尽快地揭晓谜底 你怎么看轮回和凡人的关系呢 认为这样写好吗 欢迎道友们评论交流